別人評論我 理想很幼稚 發誓 不要做個夢夢影子 怎麼了? 上次你不是說你公司收拾有問題嗎? 我訂了一張票 你先拿去用著吧 不用了 這麼少錢 收回去吧 其實我有個雙熟的眼科醫生 他也很專業的 讓我看看 這個 或者你去看看 對 謝謝你 明明知道我們不喜歡哥吉兒 你還跟他喝咖啡 Larry 你在這裡就好了 有福特留了 謝謝你,Joe 那沒什麼事先走了 好 回去,攝到浸頭 想清楚你這份計劃要怎樣才能賺錢 如果你是我,我會不會用這份計劃 大家都說我有錢,我有卡在家 這份生意真的下了很多心思 但其實證明我應該沒有做生意的天分 你看看 閃閃閃的究竟是星星還是飛機呢? 究竟是一顆像飛機的星星還是像星星的飛機呢? 這件事是怎麼想的?好看你自己 好看 好看 為何未放膽追逐 就懷著勇氣海匹放鬆 無非避兜 當怕懸吐 只要懷疼 何小姐 你這份報告出來了 你雙下屬於一種好罕有的遺傳病 需要盡快安排手術 否則你的自力會衰退得很快 Mary 是 你可否幫我把一份東西交給Francis 好 沒問題 謝謝 Francis 是 進來 Francis 殷琦有份文件叫我給你看 好 謝謝 還有事 是 我剛才看到有幾個地方錯了 你知道這些東西傳出去就不太好 你看 這裡和這裡都錯的 有沒有搞錯 這樣都錯就行 幫我叫殷琦進來 那又好像不太好 好像我針對她那樣 那你先出去吧 好 進來 Francis 找到甚麼事 你最近有甚麼事 這些東西越做越差 你看看 你做了這麼久 這些東西都可以錯的嗎 如果我太忙沒太清楚 如果我傳出去的話 全個部門都要背鍋 對不起 我一時打錯了 我立刻改給你 還有 我聽同事說 你最近不是請病假 就污眉欺碎 都怪你發生甚麼事 對不起 我會做好一點 文件我立刻改給你 Yinky 我一向都看好你 還打算推薦你勝職 但你現在的表現這麼差 我可以怎樣做 我幫不到你 好吧 你先出去改回去吧 喂, 怎麼樣 沒有啊 沒有啊 這裡市場部分 我覺得差一點 你覺得怎麼樣 你看看 看過 喂, 抱歉 擋不擋你們 不擋 為甚麼你會來了 沒有啊 我打算來找你 然後去一輝道 上次你幾個幫我看店 還沒搶回來吃飯 不過你們應該在做事吧 不要緊 反正我都想到她老實了 吃完飯回來才做 啊 不過這位是Rain 這位是Yinky Hello Hello, Rain 你好 Michael常常看你 說你能幫他忙 哪是啊 打工而已 但你們都打工了 還是我找人再來找你 我不要緊 Rain在這裡 你會幫我搞定的 是不是 交給你了 對了, 交給我就可以了 你去吃飯吧 那交給你了 回來最多我買東西給你吃 你回來 買宵夜差不多 這裡交給我吧 去吧去吧 謝謝你 謝謝Rain 再見 為甚麼你也不跟我說 還要載過來 我接近而已 我只坐車來就到了 喂 你這麼覺得Rain 對你有意思嗎 怎麼會啊 為甚麼這麼說 沒有啊, 我只是第六令感 不過你男人感覺不到 我又不覺得啊 我覺得他性格像個男人一樣 我當他兄弟而已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這麼有空想 不如你想想現在在哪裡吃東西好過吧 我打算要一輝吃而已 他說是日本學師的 應該也挺好吃的 試試吧 好啊 還有呢, 我帶了一張檢查來的 打算讓他應急用 但是上次我給他那張檢查 他都不要啊 你知道他這麼固執 他是很固執的 不過Yan不會的 到時看看怎樣給他 啊, 我今天抄了些好搞笑的東西 待會讓你和一輝看看 是甚麼來的 現在幫我看看 不要啦, 等一輝先 現在看啦 待會先啊, 走吧 阿哥啊 真是不行了 生意再繼續下去 交多兩個月租 我們吃谷種啦 鬼咩 都不知誰上網唱衰我們 新開張搞這種事 當然沒人來啦 銀行貸款那裡又說要交一盤 我們盤稅又粒粒亂 又沒有物業在手 不過說實話呢 最近那幫人呢 好像沒有再在網上亂寫的 是呀, 最好 讓我知道誰寫的 打架他 阿哥啊 我們呢 會不會倒閉的 你不要亂說啦 又我在這兒一定撐得好 有辦法就想好了 就快要到月頭了 沒錢出來給那幫夥計 怎麼辦 也就是這樣啦 我明天打給業主 看看會不會通融一兩個月 要遲些交租啦 Kerry姐姐 你的樣子這麼累? 沒事吧 我沒有 還在做一個項目 忙點吧 阿輝, 我準備了一份資料 裡面有拉麵店的資料 還有銀行的申請貸款方法 還有表格 你看看 你幹什麼? 這份事誰幫你做的? 你什麼意思? 那你這份事誰幫你做的? 什麼誰幫我做? 我做的 我回家這麼辛苦都幫你做 你現在還在發我脾氣 是 你是不是見過阿Joe 是呀, 那怎麼辦? 你明明知道我最討厭這個人 你還找他 阿哥, 我不是這樣 閉嘴, 我還沒說你 這個項目他負責而已 原來你以為我找他幫忙 我想我們還是沒有了解對方 好 啊, 這麼人齊的 適合了 我正常請大家吃飯 當是謝謝上次幫我看店 這裏拉麵特別好吃的 不如直接今晚在這裡吃吧 對了, 店舖也挺漂亮 挺骨子 應該那些食物也不錯 喂, 老闆有什麼介紹 你真的不知道 師父特意在日本那邊學藝回來 所以這裏拉麵特別好吃的 你真的要嘗嘗 今天不是那麼方便 不如你們再來過 呃, 出去吃也可以 反正我請而已 你們想吃什麼 你煩不煩? 我都說不去了 喂, 英奇也是想請大家吃飯 你不用這樣 我還是先走了 你去哪裡 店舖有些事要做 喂 人家特意開開心心靈魂來吃一頓飯 人家特意開開心心靈魂來吃一頓飯 吃飯而已 什麼時候吃都可以 要不要這麼緊張 現在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你跟我出去找他 這麼大個人 哪會有事 是朋友的 一起出去找他 走吧, 哥 喂, 你倆別說得好像我不對 現在他約吃飯 又不是我要吃 我女朋友生氣 我都沒空哄她 你知不知道 英奇特意來找我去吃飯 是做什麼的? 特意拿一張支票過來幫你周轉 你現在這樣對她 你每個人都是這樣 為何我耗不耗 現在 你是耗的就不會這樣 那你走還是不走 走吧 很多年輕的創業者都有高薪厚職 他們不想放棄優厚的職業 但是又想一場創業夢 很多時候都會以兼職的形式去創業 以為自己只要有想法和概念 其他的工作可以一概請人營運 但到最後變成管理不善 亦都有以兼職形式創業的人士 理解到力不道不為才的道理 但又怕全職之後收入不及打工 演變成雞肋的局面 專家建議 創業初期絕對需要親力親為 投入很多的時間和精力 如果要保有正職工作 而兼職創業 那一定要審慎評估 自己是否具備有足夠的鬥志 體力和熱情 並且要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記住 只有自己出錢的老闆 會真正在乎這盤生意 你自己都一邊幫人打工 到一邊去創業 又怎能期望你的伙計 會把你的生意 當成是他唯一的選擇呢 對 對